大家好,我是秦时堂的猪桥 今天带大家做一款嘎嘣脆的功夫鸡丁 为什么叫功夫呢 因为材料是黄飞红 我的最爱 用完美的豆腐把鸡肉捡成小块 然后在鸡肉上撒盐 撒酱油 再倒一丢丢橄榄油 盘它入味 塑料袋是买鸡肉的时候自带的包装 只要你够懒 身边的所有废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我真的觉得自己挺环保的 在热油锅里下黄飞红 霹雳霹双胶散发出香香的味道以后 黄飞红的金钟罩铁布山大概也就练好了 在锅里少倒点油 挑一些黄飞红的底料撒进去 香味出来以后 下鸡肉块 翻炒至鸡肉块双面都变色以后 加青椒 要什么案板要什么刀 都说的这道菜练的是功夫 吃完了它 手撕鬼子也只是可蛋呀 呃对不起我骗人的 在给青椒加热的时候 找一个小碗 加一小勺糖 一小勺酱油 一大勺蚝油 没有的话可以用鸡精代替 然后加两大勺水 等你把这些都搞完以后 青椒也熟的差不多了 把姜汁倒进锅里 翻炒 收汁 关火 出锅 摆好盘以后才能请大腕登场 这样就能保证黄飞红的口感 一定是香香脆脆的 我吃给你听啊